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看到一个影片 那里面描写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医生 他为了帮助那一个在临终的时候 如此痛苦的一个人 他甘愿犯法 他甘愿忍受这个舆论和道德 对他的谴责 我不如地狱 谁如地狱 所以他毅然的帮助那一个很痛苦的 他说我不想活了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 他毅然的帮助他自杀 在他自杀的时候 他给他打了一针 然后在旁边那个电影当中 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整个音乐有美在其中 他在宣扬这是一个美的画面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宣扬这是一个充满了什么 爱的画面 你明白吗 今天这个世界相信安乐死 帮助他人自杀是对的 各位是以恨的名义吗 不是的 是以爱的名义 还有同性婚姻的合法 今天在西方大多数的国家 已经几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那我以前呢 我对这个同性婚姻的运动 我其实缺乏理解 我认为它主要是一场权力的运动 就是这些少数的这个边缘的人群呢 用到这个现代社会最主流的一种话语 叫做什么呢 权力的话语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力 去维护和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以前呢 主要是把这个同性婚姻运动呢 当做一个权力的运动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它不单单是一个权力的运动 它从权力的角度 它只涉及到整个全社会 可能5%的人口在西方 甚至可能有些国家不到 有些国家稍稍超过 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全社会 几乎所有的人 当然除了一些保守的基督徒 他们都会来认同的一个东西 他们的认同呢 实际上呢 我忽然发现 同性婚姻的运动 实际上同时是一个道德运动 他们不单单诉诸于 他们的权力的话语 他们实际上是一场爱的运动 它成功地说服了 社会当中的大多数人 修改了他们对于爱的定义 这才是这个运动成功的地方 它不是单单地用自由主义的权力的观念 它是在用爱的观念 它告诉你让同性爱是什么 爱是无疆界的 爱是无限度的 爱是无性别的 爱是这个社会当中最美好的 所以你不能够去反对爱 同性婚姻的运动是一个爱的运动 安乐死也是一个爱的运动 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对爱的一个最主要的观念 就是多元与宽容 一种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 也不相信独一的上帝 并他所差遣的儿子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哎呀 十字架上的爱是血淋淋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固然是跟祝福 跟爱这一组的字眼有关 但是他同时跟另一组字眼有关 什么字眼 这里面的 咒诅对吧 仇敌对吧 是跟血还有 是跟这一组字眼有关 今天这个社会所追求所定义的爱 是在基督以外 十字架以外去定义爱 所以让我这样说 今天中国社会也好 西方社会也好 是充斥了各种关于爱的宗教 这种爱的宗教的最高的价值观 就是多元与宽容 在这种多元与宽容当中 已经消除了仇敌这个词 已经消除了公义这个词 已经消除了报复这个词 已经消除了愤怒这个词 当然更消除了咒诅这样子的词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些词了 当然也就是爱了 所以这些爱的宗教 其实都是福音的敌人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他讲到两种爱 一个是单爱那爱你的人 一个是爱你的仇敌 基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给出了爱的定义 他宣称其他的定义都不是爱 而且都是他要反对的 而且都是他要反对的那种 各种道德主义的爱的宗教 我们就会在家里面 但是 我们就会感觉到 可以感觉到 没有什么事 你应该试试 就像是这样子 有没有事 存在的人 都不能忌 Index